17年下半年开始,家住杭州的11岁女孩,小莫,开始去学二胡。 刚开始小莫每次都很主动积极,还会主动要求母亲,把自己快点送到老师家学习。 可是到了12月底,妈妈发现小莫对学二胡有利厌烦的情绪,本以为孩子是兴致减少,难度家当还拖拖拉拉的,妈妈也就没在意。 1月14日,教二胡的胡老师,发短信给小莫妈妈,让孩子早点去,可以多练习一会。 听到这个消息的小莫脸露蓝色,在妈妈好几次的催促下才开始准备。 更奇怪的是,她要求穿一件黑色,很紧身的毛衣,以及平时不愿意穿的紧身牛奶裤。 出门前,妈妈突然发现,小莫神神秘秘地拿起打火机穿进兜里,去问她为什么,孩子吱吱吱打不上来,把打火机放回去就出门了。 下午妈妈寄小莫回家,孩子一边掉眼泪,一边催促赶紧回去,妈妈这才感觉哪里不对劲。 一开始,小莫说老师摸她,小莫母亲还天真的回答,老师是手伸起我衣服里摸的。 原来头发发白的胡某,看起来忠厚老师,退休后坐起了家二胡的家教老师。 小莫去学久了,他竟然动了快心思,借客手冷,摸了孩子的胸,臀科下体。 孩子经历过几次发现不对劲,又纠结不敢告诉家长,才偷偷加上可用的美工刀放进衣服口袋,拿打火机也是想防身。 最终胡老师的恶劣行径被曝光,小莫的爸妈报警并上诉,最近法院的结果下来了。 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,出狱后三年不能从事教育类工作。 恳请各位父母,注意孩子的身心动向,有一场应该及时和孩子沟通。 更关键的是,当孩子遇上这种事情,要搞清楚错误的孩子,也不丢脸,将坏人绳之以法,并安抚孩子才是正确做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